有关三国演义 咱们讲了三国演义的一些基本的改款 包括它的来源 它的版本 它的作者 它的影响等等 咱们也讲了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 和它的历史意义 从总体上来关照三国演义的特点 那么咱们用来讲 用更多的时间来仔细分析了一下 三国演义的曹操 刘备 诸葛亮 关羽 这样的形象 还有很多的形象值得分析 比如周瑜的形象 孙权的形象 比如像张飞的形象 还有很多形象值得深入分析 像司马懿的形象等等 都值得深入的分析 所以咱们这个分析是给大家一种思路 一种方法 像阅读小说 阅读这种人物形象 咱们可以从什么方面进行深入的发掘 或者说咱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发掘 最核心的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细读闻闻 同时咱们也从几个方面简要的介绍了三国演义的叙事艺术 当然三国演义的魅力不在于我讲的这些方方面面 它包括这些方面的综合 而真正的魅力在三国演义的文本当中 所以希望每一位读者都仔细地阅读三国演义的文本 通过阅读去走进三国的世界 走进三国的人物的内心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